什麼是民事訴訟 使權力受損的一方 向法院請求以公權力的方式 解決私人之間的糾紛 民事訴訟裡面的私人糾紛 包含哪些 第一個 當你在發生了問題的時候 你必須透過民事訴訟 另外 繼承發生了問題 你要找民事訴訟 親屬發生了問題 你要透過民事訴訟 物權發生了問題 你要找民事訴訟 也就是說 在私人之間有關於 在 繼承親屬 物權 這四項問題發生的時候 我們全部都是透過民事訴訟 什麼意思 假設 A欠 B 錢 A欠 B 錢 如果 B 沒有向主動 B 沒有主動向法院 提出 A 欠他錢的訴訟 法院是不會去管理你 A 跟 B 之間金錢的糾紛 除非 B 提出訴訟 法院才會開始審理 A 跟 B 之間的欠錢糾紛 第2個民事訴訟 第2個民事訴訟的原則 當事人進行主義 也就是說訴訟的開始到結束資料的提出 皆由當事人 皆由當事人兩兆當事者為之 法院居於被動的地位 法院居於被動的地位 他為了不還錢 他必須提出證據 告訴法官 我沒有欠 B 錢 當事人進行主義就是說 A 要提出我沒有欠 B 錢 B 要提出 A 有欠我錢 法官依據 A 跟 B 兩兆當事人的資料 來裁判是否要還錢